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的小熊收摔视频,对不对 这期呢,大家可以看到了这个洁白的白纸上 哎,并不洁白,有点发黄,对不对 有点发黄的洁白白纸上 出现了一个大长腿托尔娘,对不对 这个大长腿托尔娘呢 她还扎着一个辫子,对不对 一个又大又粗的辫子 有一首歌是怎么唱的来着 嗯,妹子的辫子粗又长,对不对 挺萌的,挺萌的 然后呢,我迅速的弄了一点银麻色 刷刷刷的扑在了这个人物四周 然后呢,又加入了一点深蓝色 这是为了什么呢 这是为了先提前扑一下背景 这个背景呢,到时候会画上一点花 对不对,画一点花 然后这个花呢,就是这个银麻色 然后后边这个背景呢,就是背景 对不对 然后呢,这一期呢,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人物呢,是一个 拓尔嘛,拓尔 然后大长腿 丝蛙 呃,妹子 辫子,对不对 这一切的萌元素啊 构成了一个非常萌的这个妹子 对不对 然后现在呢,等她稍微干一下 等稍微干一下 咱们开始继续刻画 对不对 咱们还是先从这个头发开始啊 铺完底色呢 先从这个头发开始 这一期呢,画是这种棕色头发 这个棕头发呢 也是先从中间铺一粒颜色 然后把它均匀的抹开 抹开来之后呢 拿一点深蓝色啊 就得点到这个头发边缘处啊 让它自然的形成一个颜色过度 这样的话到最后这个头发就会有一种 呃,比较多元化的颜色啊 对不对 就不会,就不会单一颜色那样 显得太单调啊 对不对 单调的 往往就是不好的啊 对不对 就有些人总说 哎,我的生活很乏味 我的生活很单调 这种人呢 往往就是对生活 对生活失去了信心 对不对 在这里呢 咱们也是稍微勾一下 这个头发的一些发丝 一些发丝 还有一些阴影处啊 对不对 然后呢 用这个棕色的油性彩线 去勾一下线 这个勾线呢 也是这幅画比较关键的一个部分 对不对 然后咱们再弄点红色啊 然后点在这个眼角处啊 点在这个发烧处啊 让它形成一个皮肤红润的感觉 对不对 怎样才是健康的少女 那就是 脸上微微泛着一点红韵 对不对 这种妹子啊 往往就是 很害羞啊 对不对 很害羞 然后咱们用点蓝色啊 给它铺一下这个 它胳膊上这条 万代 那应该是万代嘛 还是说装饰品 我也不知道 然后还有就这个 小裙 这个小裙呢 它是透明的 对不对 它是透明的 说到这呢 就有一些小伙伴 对不对 可能就要露出善意的微笑了 对不对 哈哈 之后呢 可能就有小伙伴要问了 哎 小熊呀 你这期画的是个什么呀 对不对 这期呢 这个妹子可能 有一部分小伙伴 看起来就觉得眼熟 哎 看起来好像好眼熟呀 你画的是一个什么呢 哎 这时候呢 小熊 就可以告诉你 告诉你什么呢 咱们先看一段 小视频 对不对 先看一段 打开方式错误的小视频 起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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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要吃大了 接下来 迎面创文走来的是 唐家三少 她的口号是 三少三少 我是三少 左边二少 右边四少 背上我的小胯包 听说找偶像签名的时候 跟胯包更配哦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一年QQ红段一到账 回去查收一下吧 哦 谢谢 我跟你们说 你们一群娘炮 都要听我的啦 我是这里的老大啦 哼 哎哎哎 你就是小王八 你让你画那个画 怎么样了呀 哎呀呀呀 画的这个小五 还真可难呢 哎 我画的呢 就是这个小五 的妹妹 对不对啊 小五穿粉衣服 我画是个蓝衣服 她就 呃 叫小兔兔 对不对 她叫小兔兔啊 哎 她是小五的妹妹啊 为什么我不画小五呢 第一 因为呢 这个粉色 在这个画上呢 哎 就变得不是那么很好看 对不对 这个水彩呢 画粉色是不太好画的 对不对 然后第二呢 没有第二 对不对 反正我画是这个小兔兔 然后呢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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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呢 小熊放这个呢 就是这个 斗罗大陆的 这个 微电影啊 对不对 也是这个三少啊 亲情出演 对不对 然后呢 大家可能要问了 哎 为什么 小熊 你好好 这个微电影 非得给他给配蛇了咯 哎 原因是非常简单的 这个 厂商呢 给我的这个素材包里 有这个微电影 但是呢 不知道为什么 他给我这个微电影 他没有生鬼 对不对 没有生鬼 然后呢 我无知啊 对不对 我该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 没办法 我只能动用我的这个 脑洞 展开了一系列的这个 改编 对不对 最后呢 改的这个效果 我个人认为是不错的 对不对 值得表扬的 需要接受鼓掌的 对不对 哎 你们得给我鼓掌 哎 谢谢谢谢谢谢 啪啪啪啪 啪啪啪啪 啊 谢谢谢谢 啪啪啪啪啪 啪啪啪啪 嗯 然后呢 我不只是收到了个 这个 而且呢 这个 给我这个素材包里 我打开了这个图片 当一上的 开始翻阅 对不对 就在此时 我翻到这么一张图片 我感受到了厂商 对我深深的恶意 对不对 就是这么一张图 你让我说什么 啊 顿时就有种 嘴里含着个巨物 咳不出来 又咽不下去的那种感觉 对不对 接下来呢 也是应小伙伴们的要求啊 这个 小熊呢 把这个小公爵啊 这个小公爵 抱上来给大家 露个脸 亮个相 对不对 这个小公爵 有点不乖 对不对 有点不乖 然后咱们继续画画 对不对 咱们继续画画 接下来呢 给大家讲这么一个动人的故事 对不对 动人的故事 哎 不行 感动得我 都要流泪了呢 啊 故事是这样的 从前 有一个小男孩 他很寂寞 很空虚 天天 独自在黑暗的房间里 对着一座 陌生的墙 路管 咱们正经点 对着一座 陌生的墙 这个寂寞 空虚的男孩 慢慢的 想要了解 外面的世界 想要看看 昏暗的房间背后 又是怎样的景色 小男孩 想方设法 想要离开这个房间 他呐喊 他嘶吼 但是 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就在此时 铁门缓缓地打开 耀眼的光芒 射进了房间 迷迷糊糊的小男孩 透过指缝 看到了 一个高大的身影 这个身影 缓缓地俯下身来 静静地 放在地上 一张纸 随着一声 沉重的声响 房间 又一次 恢复了黑暗 空荡荡的房间里 只剩下了 一个小男孩 一座墙 以及 一张纸 小男孩 走到纸边 捡起这张纸 透过门缝的光芒 看清了 这张纸 纸上印着一个复杂 而又神秘的图形 这时候 可能就有小伙伴要问了 哎 小熊呀 这是一个什么图形呀 我也记不太亲了 大概呢 就是这个样子 小男孩 拿起了手机 扫了一下 这个神秘的图形 他看到了 刚才那个 微电影的后续 以及 斗罗大陆 同名手游 超好玩 对不对 我按列完了 导演 我的那个辣条 两箱 打包好 然后呢 这幅画就画完了 上完成稿 当当当当 然后电脑里呢 加了一些 特技 对不对 加了一些特技啊 然后还是 挺好看的 对不对 这个 小兔兔啊 对不对 小兔兔啊 然后 还谢谢小伙伴 一直以来支持 再次 无耻求硬币 求收藏 对不对 谢谢小伙伴 的收藏 与硬币 对不对 然后 咱们 下期再见 拜拜